平時家裡的垃圾袋可能是十公升 如果沒有人扔一次垃圾袋會很貴 一個月可能比水費貴 把垃圾分類 令廢物可以重新利用 這是全世界為了保護環境 都在著倡議的東西 香港亦有這個責任 不習慣就習慣了 不是自己方便就算了 環保署長是應該請你去說這件事 最解釋得清楚就是這件事 大家好 歡迎回到第二節的古壇思見 一開始問題問詩生 但這條問題是相當難回答的 詩生你有沒有聽過 阿根廷總統米萊 近來在達玉斯世界經濟論壇 一個演講在YouTube上非常多人去轉載 很多人看過 原因是他說話挺勁爆 他指出西方處於危機之中 主要是因為他們行自由資本主義行得不夠徹底 開始偏向集體主義 就認為集體主義是貧共 或者是收入不關 或者是社會問題的根源 詩生你怎麼看這個問題 即是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是 導致世界出現問題資本主義給他優越 其實有很多的討論 詩生都有這方面研究 你怎麼看這個問題 你認不認同他的說法 自人類發展以來 已經有這兩個取態上的分歧 但是人和動物之所以不同 其實是人能夠合群 有社會性 可以將力量集中起來 如果不是人有這個能力 在原始時代 人都被野獸吃了 即是人的 譬如跑的速度 又不夠動物 即是咬核力 牙齒的尖銳、爪的力量 全部都比野獸差 為何人反而成為 整個地球的 最有主導能力的生物 很重要一點就是 我們有黑群的力量 我看非洲的動物片 獅子和水牛比 其實水牛大群過去 重過牠很多倍 力量其實不差過牠 但是牠們一遇到獅子 每個人一起走 很少情況下 才可以聯合一起 集體去對付獅子 這就是集體主義起作用 如果你看人類發展歷史 可能聽過有一個人種 叫尼安德達人 尼安德達人 跟非洲智人的差異 就是尼安德達人的社會 規模小很多 通常是血緣關係 就是 媽媽生你出來 你知道這個跟你有血緣關係 他都是一個家族的發展 幾十人左右 但是非洲的智人 去到某個程度 他就開始有集體的行為 集體的行為 除了他們是 除了血緣 可以透過血緣聯繫之外 他透過神話 圖騰 這些譬如宗教價值 統一的價值觀 或者社會的制度 有領袖的組織能力 管理能力 領導能力 所以最後他就把尼安德達人殺光 消滅了他們 消滅了他們 從這個角度去看 集體主義是發展過程中 顯出人類優勢的地方 但另一方面 在社會 如果在西方社會發展 文藝復興是一個很重要的轉類點 文藝復興是個人價值的提升 個人權益的保障 包括產權的保障 自由的保障 都令到社會裏面 就不是某一些 在管治階層的上層 決定了其他人可以有的選擇 西方社會是很大程度 建立在個性的發揮 在個人權利的保障上 這方面其實都令到西方 在文藝復興之後 發展是快了很多 之前可能是政教合一 教會的力量 決定了個人的命運 有了之後 其實是 科技的研發 事業的創新 都空間多了很多 變成了社會有多樣性 有競爭 有發展 所以其實 在我們的發展過程中 不可以完全互相排除 歐洲 其實很多國家都是社會主義 其實社會主義就是 將社會的利益 放在個人的利益之上 所以他們就透過徵稅 重新去分配資源 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大卓爾之前 都很多企業都收歸各有 就是電力、交通等於 香港都經常有社會主義呼聲 將隧道收回它一起 管理儀交接效果都可以的 但是是不是全部政府收好 有人覺得地鐵太貴 不如政府收了地鐵 其實地鐵現在政府都有很大股權 但是如果全部政府 以集體主義的方式 以社會整體利益考慮 不是給股東賺錢的考慮 其實是否好得了 理論上就可能會好些 即使中國大陸 改革開放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都是給個人可以有這麼多發揮 以前連個人做生意都不給 個人做生意就盈利為目的 國家去辦企業就是服務人民為目的 他認為服務人民 整體社會的需要為目的 就好過兩夫妻想發達去做生意 但是最後鄧小平也要讓少數人先富起 那個動力才大 所以兩件事我覺得不可以完全排除 阿根廷新選的 總統米萊 競選的時候 他想連阿根廷的貨幣都取消 全國用美元 但好像上台之後 未實行 拉丁美洲都試過很多 走過很資本主義 很自由主義的政策 想像的時候就解決問題 但是走過後 很多時這類震盪治療法 效果都未必好 甚至連自由市場裏面的反應 譬如如果那件事好 阿根廷的股市應該好才對 但我印象中他上台的時候 股市都倒閉過 我沒有留意太多 一般 不過其實沒甚麼意思 因為有些通脹實在太厲害 他的貨幣價值波動得很大 上升是貨幣下跌造成的 有可能 豪先生會否開這個定案 就是這個爭拗 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集體主義 誰優誰劣 其實永遠都會不斷繼續上現 因為兩者都有需要 問題就是 在甚麼形勢下 偏側去哪邊多一點 應該這樣說 就鄧小平上台之後 就比個人主義多了些空間 習近平上台之後 就再次強調社會主義 作為中國要走的發展道路 的傾向亦都重了 這個就在其他地方都經常出現 隨著領導人 工黨上台震 帶出意想來反了過去 現在工黨又變形 形象模糊了 他又一樣有機會上台 美國應該是自由黨 比較左 共和黨比較右 但我相信這段時間也是這樣 歷史上 好像共和黨 左過自由黨 左和民主黨都試過 沒錯 左正右永遠都會不斷上演 施生 剛才你提到 政府可以抽稅去平衡社會資源 很多人討論過的垃圾徵費 浩德 你曾經計算過 如果真的實行 你家中每個月要交多了多少錢 垃圾費用 近期有很多討論 我第一個 我個人的感觀 其實在執行上有些困難 我用我家計算 我家裡有垃圾槽 我可以把垃圾放到大廈的底 我偷雞 工人偷雞 就會出現問題 所以在執行上 因為香港過往沒有經驗 其實外國有很多類似的經驗 別人就簡單 可能你包垃圾放在你家門口 如果你沒有用垃圾袋 別人就不收 簡單一點 甚至乎 好像英國 我的同事說 英國如果沒有乖乖地放在垃圾桌 有些執法人員會打垃圾桌 看看你有沒有電費單 有電費單認到你 給你一張告票 香港的情況 因為我們大部份香港人的住的地方 都是高樓大廈 所以就引致了很多問題 就是怎樣計算 如果有人偷偷計算 放在家門口 可以嗎 我見過現在大約有很多款膠袋 平時家裡的垃圾袋可能十空性 如果沒有人扔一次垃圾袋可能很貴 差不多一個月可能貴過你的水費 有機會是這樣 對於基層或部份人 其實那個影響都是有的 我知道師生其實都相對是贊成這個徵費 但對於押後你有甚麼看法 我是從環保的角度去考慮 如果你純粹考慮 普通人生活有沒有受到干擾以前的習慣 要重新建立一些新的習慣 而過程中還要付出一些代價 如果你從自己角度考慮 當然反對 你搞甚麼鬼 你為了煩惱我 還要我付錢 是 但是 這個 主張 將垃圾分類 令到廢物可以重新利用 這個是全世界 為了保護環境 都在著倡議的東西 香港亦都是 有這個責任 當然特朗普說 地球暖化都是假的 美國不需要搞那麼多東西 你們都可能覺得不需要搞那麼多東西 但是從全世界大多數人的意見 很多地方已經在實施 都是贊成的 香港作為一個文明社會 應該都是朝這個方向去行 不習慣就習慣了 有一個高一點的目的 不是自己方便就算數 政府其實就要求你 將不同的垃圾 放在不同的膠袋方便去處理 而每個膠袋的份量 因應你的垃圾的多寡 收取不同的價錢 目的就是 你不要隨便丟垃圾 不要製造垃圾 製造垃圾是有成本的 如果你真的有垃圾 為了方便處理 最好將它分類 令到廢物可以再利用 我們對地球的資源 的破壞可以少一些 我們的子孫 可以在地球生活久一些 因為世界上的文明 經過很多考古的研究 都是因為破壞了地球資源 影響了水的利用 森林的消失 而滅亡 有段時間 起碼我兒子那代 我孫那代都不會出現 需要你這麼多 但很多時到出現的時候 已經是難以 我們作為有理智的人 就應該作一個選擇 為將來付出少許代價 這個代價不是那麼大 師生 其實我覺得環保署長 是應該請你去說這件事 最解釋得清楚 你有垃圾槽 你扔下去 如果你一早分類 你不用偷雞去扔 你當然是沒有分類 又不想付錢 才做這件事 這些是集體主義 社會利益 因為個人利益 個人利益 我扔下去見沒有人 一扔下去我省幾港元 都好 那集體的利益 都放在下面的管理公司 就要去處理 管理公司的垃圾費物 就是管理費會增加 好像政府有些官員出來說 就不讓管理公司 承托下去 在理念上 這些應該是環保人士主張的 就是要個人去承擔這個責任 這樣大家的環保意識會高一點 但是從整體大廈管理來說 都是集體主義 我們用一些人專門去處理垃圾 即是當事物的原副倫 都是分工的 分工好像有人責中做 變成熟手女工就快很多 你家裏有個人做Ibank 人工很高的 他分的垃圾 老婆說 你把垃圾都弄好 你今晚未做垃圾 很貴 在社會成本來說很貴 不如找一個專門做清潔的 他有一份工做 全部在垃圾槽 全部放在下面 有幾個清潔工人逐養分袋 找一些大一點的袋來裝 整體成本又便宜一點 這個都要被人做 即是大廈包桿 以前大陸叫包產到戶 這個叫包桿到大廈管理處 一樣達到環保的利益 即是有一些人 是透過自己的分一些時間出來 達到這個利益 有些人就透過出錢 達到同樣的效果 我覺得都要容許 所以大家理解垃圾徵費 不妨看多次我們的影片 聽聽師先生 我們有一個崇高理念在後面 最後問師先生 問樓市的問題 江湖山莊最新有三房 呈交價跌穿了400萬 赤價低於6700多元左右 師先生你認為會否代表樓市 根本上是虛弱佛力 有機會再踩多腳 這個單位好像山樓 是低層 當然原本很多人都將一萬元一呎 看成一個新美關口 嘉湖山莊最先跌破一萬元的大型屋苑 所以最初就跌到八千 那些人已經說八千很盡 接著就跌到七千多 現在是六千多 這個是我認為是一個跌市成交量 少到一定的程度 我今天都寫了一篇文明天會出的 政府是有需要維持的市場成交 達到一定的水平 為什麼要這樣呢 譬如拿過去十年平均每月的成交 是我印象中都四千多宗一個月 現在跌到二千多 上個月近一點去到二千九左右 低的時候好像去到二千二三的水平 剩下一半左右的成交 我們社會時不時都有人因為自己的特殊 突然間的需要要套現 要賣樓 交投少了就會有一堆人賣不出的了 無法套現 他會怎樣呢 第一兩個月可能都頂著 整一下整一下賣不出 急起上來就要減價 所以政府發現交投量停留在這麼低的水平 其實我不是要一個不客觀的標準 施永青說要跌到 每月要成交四千多才合理 你可以拿過去的平均數字 你統計出來 過去十年平均四千多宗一個月 現在只剩下二千多宗 有一半業主賣不出 一半業主賣不出 賣下就會便宜一點 賣下就會便宜一點 便宜了都沒有人買 你就要研究一下原因 原來政府切了很多個欄 不讓資金進來 令到交易費用成本大增 這些是妨礙交投的措施 如果你不切掉它 交投便經常都少 經常都少便踩下一級 現在看看政府做不做事 如果不做的話 他可能繼續交投都是少的 一定有人賣不出 起碼發展商經常都賣不出 發展商賣不出的結果是貨美增加 資金無法收回 沒有資金收回 你要你賣地 他都沒有錢賣 政府這一季已經停止賣地 如果交投量不上升的話 發展商繼續賣不出 政府的賣不出 政府的財政收入又沒有保障 其實這些因素全部都是 跟交投量不足造成的 施先生 好消息就是 有些政界人士的看法討論 越來越相近 都認為政府應該切立 以防 他不是火局長 但可能多了人討論 可能未來短日只會有機會切 不過我們拭目以待 應該都很快會知道 因為財政預算案 應該很快就會說出來 我們今日的時間到這裡 記得喜歡我們的節目 按讚、分享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說到所謂為止 這些就是 明明泰國無斷 和行災樂禍 香港應該就是在總結 什麼時候都作出的總結 從不足的 還有現在的宜友 是利用本身的條件 去面向世界 所以香港暴入國內 是一個錯誤錯失的決定 請進來